晚上,博叔来到景德镇,釜州弄,这里也是美食一条街,各种地方美食都有,不过看到一家牛骨粉店,招牌很醒目,人很多,进来品尝一下,后查到这也是当地一家名店。 釜州美食,凡老头凡市正宗牛骨粉,汤头很好喝,里面有豆干,有酸萝卜,柚子皮,雪菜,骨头汤,骨头肉很入味,很软,口味偏辣,牛骨粉是一碗素粉,一碗骨头,点大份牛骨粉20元,口味非常辣, 外地朋友不能吃辣的,请慎重选择,牛骨粉配上酸萝卜,吃起来非常过瘾,汤头非常好喝,大大一份牛骨粉套餐20元,配上牛骨,脱骨酥烂,口味偏辣,性价比很高,想着老板到底挣不挣钱,博叔嘖嘖称奇。 之后来到陶西川文创街区,这里是旧瓷器工厂建筑进行再改造,引入博物馆,瓷器商店和陶瓷市场,以及校区教育机构,创造了一个全新公共场所建筑群,氛围非常好。 走一走,这个叫陶西川,这里头文化区啊。 陶西川的艺术工作者都非常年轻,每一个小摊位都摆放着艺术作品,风格各有不同。 这相比我去过的龙泉青词和德化白词,不管是设计风格还是色彩,都更有个性和丰富。 也应该和当地陶瓷大学和教育机构有关,不断地学识交流以及良好的氛围,培育出更多年轻陶瓷艺术工作者,推动当地的支柱行业陶瓷业的发展。 景德镇晚上,风夜散落一地,铺满整条街,走上去非常舒服。 走到陶阳新村,这里也是当地陶瓷一条街,原来属于城中村,现在成为来景德镇挑选瓷器的打卡点之一。 地摊文化与更平均的价格吸引很多年轻人过来淘宝,也有不少人过来进货,不过当天天气气温非常冷,还有些下雨,所以人流量比平时少了不少。 行,伯叔来到这个中国陶瓷博物馆,伯叔来到这个中国陶瓷博物馆,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就应该是先来一下博物馆,看了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之后,这样之后的出行才有地方是。 来不知道,来了景德镇,就觉得这边年轻人很多,就很多年轻人,也可能就是来旅游吧,也可能是在这边上学,或者说来这边搞创业之类的。 景德镇瓷器博物馆坐落于枫树山盘龙岗上,环境优雅,风景秀丽,这里也是来景德镇毕打卡之地,景德镇自古 以来陶瓷文明,馆内各楼层展品丰富,包括很多民国时期陶瓷大师的杰作,和明清时期青瓷都值得参观。 来看看现代雕塑,来介绍了一下这个陶瓷,陶瓷器,这是早期的,这些是石器时代的,然后这些呢,这些都是石器的,然后这是商代的,这是原来的陶器, 糖炒呢,就这样,烧制越来越好越细腻,它的火和温度都不一样,这是宋代白瓷了, 看这个南宋的这个青瓷,和这个现在的青瓷就感觉不一样。 这是镇馆之宝,原代青花瓷牡丹文枚品,看一下原代的青花瓷, 名半立的瓷器,清代瓷器,歌有清头的, 这是景镇网红文物,无语菩萨,又名为沉思罗汉,面相风鱼,慈眉善目,生动的面目表情,引起现代人的共鸣,吸引无数人, 年轻人过来打卡,这个是击毙罗汉,表达一种对你无语,要逼避你的幽默感,十分风虚搞笑, 网红罗汉,文国的十八罗汉,这里的右下家彩十八罗汉塑像,各个为妙为修,形象传神, 请得这边的陶瓷,全是小摊位, 全是小摊位, 中文字幕者 杨茜茜, 请得多和调查, a 大家在这边, 有点小摊位, 需要找封面费吗? 秩手新的斤, 不用找封面费吗? 好多?